这个周六就是元宵节了 花莲县吉安乡立图书馆 22号上午在哈罗公园举办 青子龙请元宵阅读推广活动 道乡吉安国小以及吉安乡幼儿园的学童 百人齐聚听元宵节的故事绘本 并动手做灯笼 乡长游淑珍也带来游奖珍达 和小朋友们一起庆祝 在青子龙花灯前一起拍照留念 1月15日 对 元宵节就是过完年的农历1月15号 就是元宵节 1 2 3 来我看到你最狂 你举手怎么这么快很厉害 还要 吃汤 吃汤 有没有 元宵节除了提灯笼还有做什么 乡类道乡吉安国小及吉安乡立幼儿园学童 纷纷举手抢着回应吉安乡长游淑珍 24日周六即将迎接元宵节 华林县吉安乡立图书馆 22日上午在哈喽公园 举办青子龙庆元宵元宵阅推广活动 带着小朋友走出校园到哈喽公园同乐庆元宵 滚元宵闹元宵吉安的元宵精彩又热闹 邀请了吉安乡境内的国小跟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到哈喽公园 让我们的母子龙来带来元宵节提前的一个热闹氛围 看到小朋友听故事看到小朋友猜灯笼看到小朋友进行的图书馆的各项的活动来作为闯关 我们也希望快乐学习幸福成长健康在吉安 112年最高的花莲县出生率504位宝宝在吉安 我们更要精进所有社会的一个施政铺陈 让孩子每一个节庆每一个氛围带来不一样的学习 跟不同学校的共融 我相信这是吉安乡公所在施政上面责无旁贷的一个能量 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快乐学习中 让所有的孩子健康活力学习满满的快乐成长 在苹果姐姐带领下 小朋友听着元宵节的故事绘本导读 加深元宵和汤圆的差异 也知道吃元宵的由来 接着DIY灯笼在老师们协助下完成硬检小提灯 透过游将争达 陪伴商务学童从小快乐健康成长 了解元宵节的故事由来 期盼在元宵节夜晚能开心提着灯笼 与家人共度幸福团圆加解时光 记者长王燕哲人相报导